Hello 小红书楼宝宝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露露 那今天呢 特别特别幸福 现在是大白天 然后我今天是下午4点半化妆拍夜戏 那最近横店真的是太热太热了 大概基本上是42到43度左右的天气 然后现在呢是刚起床 然后想着今天有时间嘛 就给你们录一下毫无推荐 就这段时间在横店的拍摄呢 也是安排的会比较满一些 那作息一不规律起来 想要在镜头前面保持好的面部状态 我就会特别在护肤上面做好功夫 那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和睡觉之前呢 我都会抹这一套 偶类的美白水乳 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有好很多 用偶类的这套水乳 你用完就不会觉得像以前可能熬一天夜 第二天皮肤可能状态就不好啊 可能上妆和卡粉啊 就不会这样 那现在横店的天气呢 真的是特别的微热 我偶尔呢也会想要吃一些甜品 大家知道吃甜品会让皮肤 泛黄嘛 那这套水乳呢 它还能抗糖美白 所以也是我近期非常爱用的美白单品 给你们看一下 我已经用完了一套 已经空瓶了 这个还剩一点点 挤不出来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套新的 我后来再去买的时候 就发现它已经火到了榜单的 这个位置了 就确实是挺好用的 然后它里面呢 就是有烟纤岸和隔糖素 这两个成分 就除了基础的美白之外 还能帮助清除皮肤里的糖化产物 让我们的皮肤能够减少暗沉 还有黄气 就坚持使用下来 真的能够感觉到 能面部的状态再变好 皮肤也不会很粗糙 就是脸上是 由内而外那种透亮的白 我一般呢 是早上洗完脸之后 就先拍一下这个美白水 它是这样的质地 它的流动性 还是很强的 上脸可以马上吸收掉 不会黏腻 清清爽爽 那如果熬夜太厉害的话 我还会用化妆棉 就是湿敷全脸 平时这些地方也都是会放的 然后一次差不多湿敷个十多分钟吧 湿敷完感觉皮肤真的会更透亮一些 然后它这个乳液的质地 也很轻薄 这样你后续上妆的话也会很服贴 它的成分里面是没有添加酒精的 所以用起来就很温和 经常熬夜啊 皮肤比较脆弱的宝宝们 也可以放心地使用 好了 那我今天起床以后的护肤就完成啦 今天的护肤小心得就到这里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要注意合理的饮食 然后早睡早起哦 希望这个夏天 大家都可以持续地 保护好自己的肤色 然后做美美的小仙女吧 下次再给你们推荐别的好用的东西 我一会儿要去开工啦 拜拜 祝大家生活 小红书